大家好,这里是404书院,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1973年秋,平壤第一条地铁线路通车,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当天在庆典上向世界宣布, 平壤地铁是朝鲜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建设的伟大工程。 但在2011年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却披露,平壤的地铁是北京当局援建的。 这是怎么回事?中共竟然甘愿当了43年的冤大头,又为什么要对中国人民隐瞒真相? 1966年,金日成率领朝鲜代表团访问北京,毛泽东宴请金日成等人。 中方让金日成参观了正在秘密建设中的北京地铁,金日成遂向中国共产党政府提出原建地铁的要求。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不惜先人后继,停建了北京地铁项目,优先无偿原建平壤地铁工程。 平壤地铁工程于1968年开工,1973年一期工程通车,第二期工程1987年全面完工。 但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非正常死亡人口竟高达数十万至两千万不等。 各地灾难频传,还爆发了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 尽管中国国内百姓正处在从未有过的炼狱般生活,腥风血雨之下,此时的中共依然慷慨解囊。 从1968年到1973年,中国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铁道兵一个满边师可达五万人,极大批技术人员被调往朝鲜,全力投入施工。 所有车辆设备、建筑材料都经东北运往朝鲜。 在苏联人整体设计规划的基础上,由中国人设计具体的施工图纸,然后由中共无偿援助全部结构工程。 车辆、控制系统和机电设备,其中适合平壤地铁的机车,是在上海专门研发的。 车厢是中国长春客车厂制造的。 1973年8月,长春客车厂向平壤地铁提供了690节DK四行列车。 该车的长度为18.8米,宽2.7米,高3.51米。 设计最高时速为90公里每小时,每节最大载客量为186人。 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朝鲜官方声称该列车型号为DK正日行。 由平壤金正泰通用电器机车厂制造,并刮去了所有的汉字痕迹。 平壤地铁号称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 从地面乘电动扶梯到站台需三分钟,这一切都是出于战备防空的考虑。 这对于当时机械化水平并不高的中国铁道兵部队而言,施工难度非常大。 而为了显示朝鲜社会主义制度比韩国社会制度优越, 朝鲜额外要求中共于务必于汉城地铁通车前。 实现平壤地铁通车,中国铁道兵部队在已经十分紧张的施工安排中,继续加码, 实现了1973年9月6日第一条地铁线路千里马线通车, 比韩国汉城地铁提前了一个月。 平壤地铁的宣传画只歌颂金日成父子, 并宣称是朝鲜人自己设计建造的。 地铁通车那天,金日成在庆典上向世界宣布, 平壤地铁是朝鲜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 自己施工建设的伟大工程。 振振有词,煞有介事,瞒天过海, 好像他真的完成了一项宏伟工程。 为了不泄露地铁是中国建造这一事实, 朝方要求中方施工人员不要公开露面, 中国铁道兵施工部队未能参加通车典礼, 其中团以上干部被安排在一个地铁站等候接见。 金日成讲话后乘坐地铁, 在此小站秘密下车, 和站在前排的几个铁道兵干部握了握手, 然后返回车厢,扬长而去, 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中共默默无声,是为了朝鲜的自尊心。 现如今,无论是朝鲜百姓或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都不怀疑朝鲜是平壤地铁的建造者。 平壤地铁由千里马县及格新县两条线路组成, 总长35公里, 共17个车站。 所有站名都以革命词汇灌制, 和地面的地理元素无关。 其中光明站位于锦绣山附近, 金日成死后, 因其遗体永久存放在锦绣山纪念宫。 那个站从此关闭, 游客参观都是从复兴站象征性做一站到荣光站下车。 复兴站入口, 上书红色标语为 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复兴站站台大厅, 复丽堂皇, 装修豪华, 站台四周的大型壁画和浮雕, 顶上的华丽吊灯, 使人觉得置身于莫斯科地下的某个地铁车站。 为了照顾朝方的自尊心, 中共从未公开过这一元件项目, 中国人完全彻底地当了冤大头, 平壤地铁让朝鲜在世人面前 大肆吹嘘几十年, 成为他们自主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共一直保持沉默。 地铁列车和中国70年代的地铁列车如出一辙, 平壤地铁的电梯是上海生产的。 上海电梯厂为朝鲜平壤地铁工程设计 制造了垂直高度64米的大坡度自动扶梯。 然而几年后, 当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平壤 为这些电梯做保养时发现, 他们援助的设备上所有标明中国制造的地方 全部被抹去。 据说在平壤地铁通车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朝方人员奉命将所有车辆, 设备上的中国制造的小铜牌全部抠下, 第二天的通车典礼也没让中方人员参加, 只是事后向中方专家组的三位成员颁发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和劳动奖章, 现在朝鲜地铁里的所有设施上都被刻意抹去了中国制造的痕迹, 唯有一台上海中国中厂生产的三五牌店中仍几十年如一日, 日夜不息地走着, 还透露出一点点的中国元素和信息。 在朝鲜看来, 富丽堂皇的平壤地铁是值得向各国游客炫耀和宣扬的建设成就之一, 还真有不少大陆游客甚至大陆记者在参观了平壤地铁后立马对朝鲜刮目相看, 称赞平壤地铁是豪华地下宫殿, 对朝鲜在五十多年前就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地下工程津津乐道感佩不已,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中国铁道兵的杰作, 那么共产国家为什么总是隐瞒真相? 时隔43年之后, 在2011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副部长傅自英终于说出了实情, 他说, 长期以来, 中共对朝鲜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工业、 农业等一些生产领域, 还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比如平壤的地铁就是北京当局援建的, 当历史的真面目被逐步揭开, 真让我们吃惊, 除了被今年累月的洗脑, 人们想问, 这些共产国家为什么总是对人民隐瞒真相? 还有多少真相中国百姓不知道? 中共拿着处在全民饥饿时老百姓的明知明高, 其实援助的是一个无比邪恶的白眼狼,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麻烦帮忙点赞, 转发, 订阅, 谢谢收看。